今天,网上传出唐燕罗靖,将于本月25日大婚的消息,一时间轰动娱乐圈,引起网友广泛关注。 今天10月25日,有大V付出唐燕罗靖结婚细节,并称,罗靖和唐燕已于23日抵达维也纳,正在为婚礼做准备,更有知情人爆料婚礼将在本周末举行,参与婚礼服务的当地工作人员,都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,从爆料中能够判出,唐燕罗靖的婚并非在今日,而是在本周末,看来唐燕罗靖结婚是真的。 唐燕与罗靖2016年,因一起逐渐锦细为婚儿感情受恩,同年两人便公布恋情,罗靖为唐燕信生并写道,我的肩膀永远是你的依靠,亲爱的你,生月快乐。 随后唐燕转发罗靖微博,并表示,原来是你,前言密语,很受恩爱,自从唐燕与罗靖公开恋情后,两人也没少在公共场合秀恩爱,很是前你。 然而,唐燕与罗靖的感情,在外界看来,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,甚至多次被传出分手传闻。 好在唐燕罗靖用接手同框秀恩爱的方式,回应了外界分手谣言,正是两人感情好着呢,并不像网上传言的那样。 今年,随着娱乐圈越来越多的明星结婚,尤其赵丽颖与冯少峰突然官宣领证,唐燕与罗靖的结婚的消息就陆续被捕出,备受关注。 此外,唐燕助理现身经常被媒体抓拍,其托运了十几个大件行李,并办理了长达三十分钟的托运手续,更是被外界猜测是,为唐燕与罗靖的婚礼做准备。 面对外界猜测,工作室四个字,不太清楚,似乎更加证实了唐燕与罗靖到婚的传闻。 更加有意思的是罗靖好友屈然在微博中晒两一组照片,而且地点刚好是奥地利,更加让网友相信唐燕与罗靖将要结婚。 那么,对于唐燕与罗靖到婚,你们期待吗?